《大制度论》上说 魔以破人善罚为宿 他不喜欢人做善 喜欢人做恶 你做恶 他来加持你 他帮助你 成就你 你心善哪 他处处张开 为什么 由天母正宜顺身死 叹舞于退菩提为寺 他们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顺身死就是不愿意出六道轮回 天母 这是指天王啊 哪一道的天王呢 玉戒 第六成天 玉戒就是没有离开无欲啊 没有离开气情无欲 他不想离开气情无欲 他对这个很贪爱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秦之特身 所以他谈无欲其勤的相守 他谈无欲 啊 退菩提 不是掌菩提 他是退菩提 不是正道心 他是退道心 你真正想修行 想出力余界 出力六道轮回 他得想方法来掌握你 帮助你 帮助你 阿赖叶史里面烦恼吸气 让他增长 外面用 威胁礼物 这是他的手段 我们在小城 世尊八项成道 有项目 八项的对象 项目 威胁利用 那我们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 来对质呢 用定 用慧 啊 如如如不动啊 他对你就没法子了 智慧是惯 在智慧 在智慧里面的惯 是凡所有相皆是虚荒 对质的 威胁利用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威不害怕 利用不起贪心 他就没办法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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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